我觉得我今天来这地方实习 这还是我们行业里的事情 我要是真的去一个外行业实习 我才能跟你说很多感受的东西 因为他们说的每个事情 都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 都是我每天在干的事 也没有觉得距离特别远 然后只是觉得你换了一个角 就换了一个岗位而已 就是从A到B 然后B到A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跨行业的一个事 所以我没觉得在这里面 有特别的东西 是我不了解的 或者如果真的让我进到了一个 比如说培训机构 或者教育领域 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 比如说金融机构 我完全就可能傻了 然后那个东西 跨行业东西 你可能就完全问你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还好吧 而且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的职业 也是需要做很多同样的工作 他们所有的岗位 我们都要熟悉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所以也没有很陌生 他确实没有正儿八经上过班 我们绝大部分艺人 其实都是在不要愿小毕业 就直接进剧组 然后就一直过着演员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机会 让他感受一下也蛮好的 这些不可控因素就很无奈 是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会选择一个 去点一份东西那么远 然后还是在一个 就没有多少时间 就差一个多小时 要吃午饭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自己 比较愚蠢的一个选择 上学的时候学过 但是很多年不用了 所以你就不知道要该怎么来用这些事 从上学毕了业 他好像就再没碰过 用电脑来工作吧 因为他又不做班 他不需要用那个来打文字 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简单地教他一些东西吧 然后让他试试打字 打之前还刚刚刚的试试 他跟我说可以没问题 我可以 我应该没报 你不可以打字吗 稍微细的东西 他其实都不让我碰 对 他都是自己来 他怕我搞不好 对 我觉得我真的 这方面就没有他能干 他就是 他其实特别能干 游泳男的时候 我已经从自身 找了很多自己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事情里面 以后也会 更多的我就讲了 不会让大家浪费更多的时间 在他们的工作上面 然后提高他们的效率 然后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 工作更快速地运转起来 可能会发展出来 更多的机会 不要在一些 特别不需要浪费时间的细节上面 再去浪费时间 这是我对自己的总结 我觉得工作态度是很好的 工作最终的结果 我也是满意的 但是工作的整个过程 他会不自觉地被自己的感性 所支配 就是他会更多的 有好奇心 体验感 然后就会忘了自己当下 那一部分的工作要干嘛 就是这种状态吧 我觉得他愿意花这个时间 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我都认为很难得 不管是为了角色准备也好 为了自己的生活体验也好 都是很好的 因为演员这个职业 其实生活特别的单调 我经常觉得他们应该多有一些体验 都有一些不同职业的体验 但是你真的进入到一个别的环境里去体验 别人会很奇怪地看待你 但毕竟在我们公司会好一点 大家比较适应 所以他可能会真的体验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他在工作里面更像是一个老板的职位 他私下里其实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更不掩饰他的一些东西吧 因为那个关系就比较的 放掉所有的工作关系之后 就变成朋友的关系更多一点 因为我们经常在国外出差 或者他在国外住很长时间的时候 我会去看他 就是他就很操心 从我住什么 我用什么样的床单被照 然后我爱吃什么 他都会考虑得很周到 他私下很会照顾人 第一个他其实很细心 然后很能体谅别人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他是特别希望别人能 就他很希望他的朋友能开心 然后他又很了解他的每个朋友 他知道做什么事情能让对方开心 所以他是一个很愿意让别人开心的朋友 谢谢大家 我是谁 的人 就是 大家 都是 都是